我整個人嚇那個臉死白的跟白紙一樣 他希望看我真的要揍死他 他就把我抱起來 我只是瘋了就被他嚇一跳 然後就哭了 就哭了 他對別人都沒問題 對我這個特別有意見 那這個我也都認了 那問題是我是一個很怕水的人 對 我其實是不會游泳 這不能開玩笑啊 對啊我水如果 一到我肚臍以上以後 我人就會全身僵硬 你知道嗎 他明知道我會怕 那就會在旁邊故意弄我 讓我嚇 我其實掉下去以後 我整個人到池子裡面 我整個人都電起來了你知道嗎 不敢動 不敢動 我是碰到水就不敢動 我以為他開玩笑 對他們以為我 欸因為水不高嘛 才一到肚臍而已 跳下去就會怎麼樣 可是我一下去我就僵住了 我說 站在裡面 我那個時候 因為水很淺 他所以睜不動 我們就全部都喊了 趙哥 站起來就好啦 站起來 站起來 我20秒 沒起來他們才發現 應該真的不對勁 才下去保他起來 天啊 我整個人嚇那個臉 死白的跟白紙一樣 因為趙哥脾氣不好 我如果沒有把握說 趙哥下去到水裡 他就都不會浮上來的話 我是不可能推他下水 因為他很有浮上來的可能 我就招一下過 是我不對 下次要深一點的 但是好像不只是你會弄他 上次那個誰 豐田也弄過趙哥 對啊 哇 豐田把他罵哭啊 不是 豐田以為在日本 演藝圈有黑道 但是萬萬沒想到 在台灣的演藝圈 日本也有黑道 做是黑道啦 不是 太狠了 那一起在錄一個單元 就是要拿 有一棒要拿水球丟趙哥 他怕水啊 水球還好 水球你也怕不會 不是 水球要丟 丟完之後 大家就跟著丟蝦翅 蝦翅烘嘛 我們就叫豐田 因為豐田跟趙哥很不熟 又是個日常偶像 很不熟 我說你去丟 我就拖他 你去丟趙哥 你丟三顆 而且給他大顆 而且他真的不知道趙哥是什麼 他真的不知道 就不熟嘛 然後大家丟完 蝦翅烘 趙哥還在擋 後來一回頭 翻譯豐田拿了三顆 往他頭上丟 怕怕怕 哇靠 他直接髒話 然後追著豐田走 真的啊 你說蟲哥那是假的 趙哥這是打真的 真的啊 真的假的 他真的髒話 嗶嗶嗶嗶 可是他心裡面可能 是在做效果 只是豐田就被他嚇一跳 然後就哭了 就哭了 他就哭了 他說 這是豐田一輩子的依蝦 因為是我們叫豐田去做的 我們對豐田來講也是前輩 他也不敢怪我們 你知道他是被他們弄的吧 我當然不知道是 他指使他 我不知道是大根指使豐田 所以豐田那時候 是真的要被我打 那個時候 我被哈孝遠整個一抱住以後 我就動不了了 因為哈孝遠比我還大隻 哈孝遠看我真的要揍死他 他就把我抱起來 然後那個豐田才 滾到旁邊去這樣子 我後來想想 好像也不應該這樣對他 所以我們放飯的時候 我有弄一些辣椒給他啦 什麼這樣子 就安慰他 超可怕 他那個辣椒 怎麼安慰他 好可怕 我可以招待